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一名20多岁男子 8月初接种后 胸痛病况恶化 最后也是回天发术 大家都知道 接种是为了换取 更自由的人生 但根据南韩疾病管理听统计 已经接到492例 接种后死亡的通报案例 但是否有直接关联 还在调查 偏偏不止南韩 日本也一样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 ワクチン接種を受けた後に 死亡が確認された人は 今月8日の時点で 1002人でした ファイザーが100万人当たり 19.6人 心筋炎や心膜炎の疑いがあると 報告された人は ファイザーが55人で 100万人当たり1.1人 除了接種後死亡 甚至还有接種後 出現心臟死病的案例 引发接種後 安全疑慮的種種疾問 但偏偏還有更麻煩的 日本早前接種的 莫德纳疫苗 竟传出 掺杂黑色 不明物体 この163万回分に相当するうちの 現在50万回今日が 接種済みという風に 把握をしております 施打過後 传出一名38歳男性 以及一名30歳男性 出現不良反应後死亡 但還是早話一句 和疫苗的關連 還要調查 代理請の中報道 好 我們看到在国外 其实也有一些人打BNT 或是打了莫德纳 之後身体出状況的 但我們看到在国内 現在藍營就把高端疫苗 拿來做文章 而且他們現在就講說 如果高端那麼好的話 那為什麼第二類 這些官員們 不先打高端算了 他們現在就這樣講 然後像羅志強 他就講說 李彥秋火大 我也火大 AZ莫德納BNT第二類先打 為什麼只有蔡英文 愛的高端 不是第二類先打呢 而且他說 民進黨親友团 到底有多龐大 第二類的人 怎麼越打越多 好像永遠打 打不完一樣 好 其實我們看看第二類 施打的名單 中央防疫人員是1700多人 地方防疫的官員是2萬多人 第一線衛生單位3000多人 警察是最多5萬多人 海巡人員1萬多人 國軍第一線防疫1萬多人 居家檢疫輕運消毒2.6萬人 國民黨講這些話公平嗎 如果按照羅志強的說法就是 那麼羅志強跟國民黨把剛剛講的那些人都認為跟我們的中央政府跟民進黨是一家人 這個我贊成啊 警察 海巡 國軍 第一線的清潔人員跟必須冒險的這些人員啊 扣先不要去講什麼中央1700多人跟地方2萬多人的這個官員啊 其他的人 全部加起來 他不是那麼負責相關防疫最危險的人 這個職業別嗎 那你們有意見 你們有意見認為他們就是這個民進黨的人嗎 警察效仰是民進黨的人嗎 海巡 國軍是民進黨的人嗎 那麼當你啊 這個自己本身呢 那麼有意識形態而沒有這個是非的時候呢 你就不會用科學來說話 那但是呢 我倒是覺得 輝瑞BNT啊 那麼大家太過於把它給神話 要非常的小心後座力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現在非常擔心的一件事情是 你要知道一件事 在台灣 打過AZ疫苗 因為這樣子 打過 打完疫苗要過世的人有500多個人 但是你要知道 打過莫德納過世的人 也有100多個人 台灣人非常喜歡 之前非常非常 唯一喜歡的這個莫德納 對不對 明明知道只剩下780人可以打第一劑 還有300多萬人去登記嘛 那如果按照國民黨的這個說法的話 這些都不能打 但你知道輝瑞 你知道在昨天紐西蘭第一起打了輝瑞BNT死亡的案例 然後呢 緊接著來 那你知道香港打了輝瑞死亡案例 僅次於中國 相關中國科興 那你知不知道 在南韓 因為打完了這個輝瑞BNT疫苗以後 過世 過世的人是278位 如果講出日本 那你腳踏上去 為什麼呢 991個人 但是不能說 他們的去世是跟這個打疫苗以後就去世的 這個沒有辦法這樣畫上等號 可問題是 如果你單純講說 那麼打完疫苗就必須要停打 像輝瑞 像我們的高端是6例嘛 對不對 那你就必須停打 大家都不要打 我問你 那你根本不應該進這個所謂的輝瑞BNT來啊 打日本有991例呢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那為什麼日本會那麼高 因為日本是高齡化社會 而且日本是從年紀大的 開始往下打 跟台灣一樣 因為他們缺乏這個保護力 因為他們感染了以後 很容易有重症 甚至於死亡 所以我們才從年紀大的開始打嘛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啊 那台灣呢 台灣現在呢 分兩批來的 這個195萬劑的這個輝瑞BNT 然後呢 緊接而來 好像每個禮拜希望都能夠有七八十劑來 七十八十萬劑來啦 到年底會有八九百萬劑 那個郭董是這樣說的嘛 可是萬一有任何打完疫苗以後的不適應症 那你知道那個身為家長 因為這一批是先打12到17歲的那個學生嘛 那有的家長會害怕啊 那會害怕 那你說沒有人知道 我講偶掌白 我不是神啊 沒有人知道會怎麼樣 但萬一有怎麼樣 我問你郭敏東 你們這些人要怎麼說 是要怎麼 只跟你們說過了 BNT不要打 對不對 不要進 因為你們把它給神化到了 好像這是 神丹 神丹苗 好像是唯一的解藥嘛 其他東西AZ啦 還是高端 好像你們都不能把它放在眼裡嘛 那該怎麼辦呢 那麼 這個答案 沒有人可以給 告訴你答案 但是從 世界各國 那麼打下來 一路打下來啊 包括心肌炎 日本也是有四五十個人 怕輝瑞BNT料 心肌炎 心胞膜炎 都花作 所以事實上各種疫苗都有它自己本身的無法預料的這個副作用啦 那麼打不打打什麼 你自己本身自己決定 像我的話呢 有人問我 我就說你自己決定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我有國會啊 我怕輪不在家 因為自己負責認真的 然後我姐姐她有糖尿病打了也沒事啊 對不對 可問題就在於 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有些人自己本身還不知道自己有主動脈玻璃 我說坦白勒 有些人都不知道 這是自己有什麼狀況嘛 那麼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如果你不打的話 那麼你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為什麼 一旦 跟這個Alpha 有可能走行 這樣你打傷亡 那萬一丟他 那該怎麼辦呢 好 那我們現在要連線 這個林靜宜醫師 現在在我們線上 靜宜好 嗨 大家好 我們看到剛剛 其實國民黨方面 他們不斷在黑高端之外 他們現在也講說 那如果這麼好的話 那第二類為什麼不是高 這個先打高端算了 好 我們看到是國民黨的立法院黨團 他就講說 陳時中說 BNT80萬劑由第一類 由向往下打 全民要問說 第二類人數從9萬膨脹到27萬 到底還有多少第二類的人沒打完 所以他們就批評說 這個是特權疫苗 打好打滿到何時 好 另外呢 像李彥秋 他在他的臉書上 他也說 好不容易有80萬劑的BNT 又是從一二三類開始打 一三類應該支持 但第二類 為什麼總是靠著醫護跟機組人員 掩護 請指揮中心公布 這批人到底是誰 有多少 怎麼老是打不夠 這一次又要膨脹多少人 來跟老百姓搶BNT 他說是該拍桌的時候了 然後羅志強也怒轟 蔡英文說 為什麼高端不是第二類先打 好 各種疫苗是不是都有他的風險 我真的覺得很煩 你信什麼你就去打什麼 那到現在還在吵 第一個事情第二類最早開始打第二類 大概是什麼時候 大概是今年的 大概是五六月的時候 開放第二類的人開始接種 因為他們是防疫的前線 除了醫療人員之外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沒有特殊原因的話 第二類的人員應該早就接種完第一季 不論是AZ也好 不論是之前的莫德納也好 那再來之前開放高端申請的時候 如果你是第二類的人 然後你很想接種高端 你會打不到嗎 不會啊 你就申請 你說我要打高端 你就打到了 那這一次他講BNT 是因為BNT要進來了 所以你去盤點說 第二類 因為優先接種一二三類嘛 第二類還有多少人還沒接種 他把他特別講出來說 第二類我會讓你優先接種 為什麼 還是防疫條件 因為我們的防疫 整個防疫的政策 跟防疫的措施 還是這樣處理的嘛 你第一線的人還是要做啊 那我先講啦 國民黨說要去查特權 特權這兩個字 我建議不要 國民黨不要自己很愛講 你一講 我們就會講到AZ陸戰隊 對不對 還好心甘啦 好心甘 你又要講特權 你講特權 我們就會想起來 那一批當初用特權接種疫苗 五月份六月份 疫情正嚴重的時候 搶在第一類到第三類人之前 去打的那一些人嘛 包含連爺爺嘛 那你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幹嘛要黑自己的同事咧 那回過頭來啦 其實剛剛倩平有給大家看 第二類還剩多少人 第二類還剩 這些人事實上數量 已經算是很少了 你有有沒有看到一個數字 叫地方政府還有兩萬多人 對這個這個很趣味唷 國民黨你真的要去看看地方政府到底是哪些地方政府 所送上來第二類的人特多嗎 可能會打到自己唷 對公開名單反而打到自己 你會打到自己唷 因為其實這個就我所知道啦 政府當然是中央流行行指揮中心都尊重地方政府的職權 你地方政府你抱上來說我地方政府有多少人是防疫的人要接種 我就先接種了嘛 那大家記不記得今年五月底的時候 這個雲林縣不是有一整批特權嗎 他們不是說是指揮官的同住家人嗎 對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指揮中心手上是有數字 他知道每個縣是抱上來的第二線或第二類 甚至第一類的這個所謂接種順序 這樣說啦有些縣市而且是特定陣營的縣市 那個抱上來的數字離譜到你看你就知道有問題啦 但是指揮中心的態度是說好你地方政府抱上來我就認了 你地方政府跟我說這些人都在防疫我尊重你 所以國民黨你真的要講特權兩個字 通常這個回力標會回到你身上 我建議啦這一題不要再打了 對你們一點加分都沒有胡鬧而已 因為你去看多數的民眾 多數的民眾他剛開始他AZ有的人接受他就去打了 後來莫德納來很多人開始接種莫德納了 高端之後很多人開始接種高端了 接下來BNT要進來你真的有些人苦苦等 我們記不記得當初我們提醒過大家 如果你堅持要等BNT 那你大概要等差不多是9月份 現在是不是差不多9月份 對對 那這些人好了你很小心的守護自己 我們也大家彼此保護 你等到9月份要打BNT你就照順序接種 先這樣講國民黨你們這樣在那邊巨嬰一直吵 你有沒有想過第一線幫忙接種的醫療人員 從5月份忙到現在 你假的要打他 你就算是今天一整批190萬都進來 還是要第一線醫療人員 每天在那裡跟你對哪些人慢慢接種 所以不要再胡鬧 反正現在台灣算是全世界 我覺得台灣算是全世界很幸福的國家 我們有4種疫苗可以接種 你有4種可以選 我其實有很多國外的人 他們告訴我說 林醫師我們這個地方可能只有3種 可能只有2種 而且還不是你自己挑 你去接種輪到你 你去醫生跟你說你就打A 或者醫生跟你說你就打B 就這樣你沒得挑的 台灣這邊讓你自己預約自己挑 這一批我不要 下一批我才要 這種情況之下現在多數的台灣 是 好 靜余在線上等一下 我先請教一下冠婷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第二類現在就是 這個藍營就批評說 第二類這些官員都跟老百姓在搶BNT 要不然你們為什麼不打高端算了 然後就說人家是特權 可以講到特權疫苗 大家馬上想到國民黨之前 AZ戰隊好心肝事件 都還沒解釋清楚 國民黨現在操作就是 第二類的這些權貴 對 高官們跟大家講BNT 我必須講 這從頭到尾是一個假議題真抹黑 大家看一下 這是從中央指揮中心調出來 8月23號最新的數字 各類別的人員 目前施打第一劑跟第二劑疫苗的比例 跟施打什麼疫苗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所國民黨所指的 第二類的政府的防疫人員 他到此時此刻為止 他打AZ的佔76.7% 他打莫德納佔23.1%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他所謂的政府防疫人員 到目前為止 打過第一劑的總數 已經超過99.8% 台灣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開放BNT的混打 大家聽出這個端倪了嗎 目前我們開放混打 我在這裡可能觀眾朋友不清楚 大家看在上面 一式人員是第一類 我們目前只有開放 部分的一式人員 混打第一劑是AZ 第二劑是莫德納 其他全部不開放 所以你聽到人家說什麼 我第一劑打莫德納 第二劑打什麼 那假的 你第二劑可以混打BNT 假的 你現在只有一式人員 而且第一劑是打AZ 第二劑是打莫德納 才有可能混打 其他全部不能混打 所以這第一個 他就亂講 政府防疫人員已經99.8% 已經打完第一劑了 他怎麼混打 怎麼跟你搶BNT 那大家看一下 實際上我們現在依照排序 會打到BNT的是哪些朋友 我們看到下面 社福機構的人員及住民 70歲以上的長者 孕婦65歲到74歲的長者 跟其他 是這些有需要的朋友們 他會打到BNT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要講一下 他們在污蔑 所謂的排序第二序的 這些政府防疫人員是高官的 這也是一個自始至終的污蔑 我們看一下這裡 這個是我們目前 各類別人員 他在涵蓋什麼職業 我們記不記得前幾天 我們有一個巴拉拿馬的貨輪 從台中要往北部走 然後到了台北跟基隆港的外海 因為裡面的船員有人發生意外 我們緊急的救難 第一線去接頭的人員 就是這第二類的人員 包括消防 包括暗巡 包括海巡 這些人難道是高官嗎 第一個 他們根本不可能再去打 BNT的疫苗 第二個 就算你真的找到有人 這些人多數是真的在幫我們第一線防疫的人員 所以我最後再講一個 他們現在講說 尤其像羅志強等等 在講說 高端不用從第二類開始打 其他從第二類 這又是一個從頭到尾的謊話 我們所有的疫苗都一樣 都一致 你看到不管是高端 之前的AZ還是莫德納 我們都是先開放線上預約 我們預約完之後 政府知道你的意向 我們知道有多少人要打之後 才進行開始排序 所以從頭到尾不管是高端 AZ還是莫德納 甚至是現在的BNT 方法都是一樣的 那你要讓政府知道你有多少需求之後 我們才可以做後續的分配 所以簡單來講 國民黨現在做這種完全是顛倒是非 抹煞第一線防疫人員的這種行為 真的是非常不可取 希望這樣大家可以清楚一點 就是不會有人跟你 政府人員跟你搶BNT的疫苗 請大家放心 好 所以不會有人這樣跟你搶BNT疫苗 好 那靜宜現在還在線上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話題 是跟靜宜有關係的 我們現在看到這就是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召開記者會說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小組 二十四位委員的名單 除了有兩名高端試驗的主持人之外 連婦產科醫師 民進黨前立委林靜宜也名列其中 然後就批評說這是求援兼裁判 我們先來聽聽他們的說法 今天的題目是求援兼裁判 高端 這個疫苗 我們對他的問號 馬街兒童醫院的院長 馬街兒童醫院的醫生 他們稱為主任 就是邱南昌宣證 就是高端的研究計畫主持人之一 現在當接種疫苗受害救濟審議小組的 還有台南昌宣證 當受害的施打疫苗 處死的這些冤魂的家人 提出救濟 當這個救濟接種疫苗 受害救濟審議小組的 林靜宣證委員 他會站在什麼樣的立場 有人說高端你生產的不良率是八成 他說高端支持高端要高端去搞 然後鼓勵大家要去打高端 這個立場就已經非常的清楚了 好 稍後回來要給大家看這個名單 同時靜宜也在我們的線上 我們要來看看 他是不是真的求援兼裁判 休息一下稍後回來 好 回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來看看 現在藍營等於是針對這個疫苗一路黑 從這個之前說要吹劍 然後剛剛也講到說 他們一直說這個二類的這些人 這些官員就是要跟民眾來搶BNT 現在又有一個最新的指控 就是說好 現在林靜宜 還有高端主持人都名列 疫苗受害審議小組 然後他們就說這是求援兼裁判 他們說有哪些人呢 他們說這個成員跟疫苗受害 審議小組的成員是部分重疊的 包括台大兒醫院長黃立民 還有馬接兒童醫院的 醫務部主任邱南昌 除了主持高端試驗計畫 也是疫苗受害審議小組的成員 根本就是求援兼裁判 然後他們就說裡面還包括了 婦產科醫師 民進黨前立委 林靜宜也名列其中 老師靜宜現在在線上 要不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今天早上看到我真的覺得笑出來 可不可以稍微用功一點 當然啦 國民黨還不錯 他們至少現在知道有VICP 這個我們的所謂疫苗救濟的 這個委員會 那這個委員會呢 因為台灣是疫苗接種 相當多的一個國家 所以其實呢 就我去年被聘到這個委員會 開始到現在 大概裡面有七成審議的案子 都是小兒科相關疫苗 所以我也不曉得 國民黨你要去質疑 台大黃立民教授 甚至邱南昌教授 你真的質疑他們的專業 那你可以不可以舉出 比他們更專業的人出來 再來 去年我被聘進來的原因 是因為我是一個婦產科醫師 而且我了解相關的一些法規的部分 那麼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審到 我先講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審到 不論是高端 或者是AZ 或者是莫德納的所有的案子 現在案子還沒送進來審 我們到目前為止審的都是什麼卡戒苗 流感疫苗這一類的部分 再來 在這裡面是一個專家的 整個合議 以及專家審議制 所以每一個要去審查的專家 他要有專業背景 也就是說 就我來講 通常我能夠有一點點意見的 只有在婦產科相關的疫苗 比方我們比較常接種的HPV疫苗 那到目前為止 大概我就是看這個疫苗 而且我們有資深的委員 在審這個部分 我們就是一起參與討論 然後在審議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有一些標準 給我們去評估說 比方說他就診幾次 他住院幾天 用這個東西來看 所以簡單來說是這樣 國民黨他們要不要那麼的 覺得超前部署去年把我騙進去 把我騙進去是為了護航 我覺得也算是他們的想像力 很豐富了 第二個事情 他們要不要認真一點 去查到現在為止的開會記錄 我就我自己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審過任何一個 跟武漢肺炎疫苗有關的案子 那麼前一段時間 大家其實在討論的其中一個相關的東西是 要不要再鼓勵政府 就是針對於接種完之後 有非常嚴重不良反應 尤其死亡的個案 增加 鼓勵他們增加這個 我們講的解剖 這個所謂解剖的個案的額度 大概我至少到目前為止 有參與過會議裡面 討論到武漢肺炎疫苗 就是這件事情 那說實在 我就是這樣講 我們在裡面都是專家 而且其實裡面有非常多 非常資深的前輩 如果國民黨認為 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我一個前立委 就可以影響整個委員會裡面 這麼多專家 我真的來假設這些委員會 果然是他們一貫的想法 果然是他們一貫這麼做 但是跟事實不一樣 所以你看國民黨從之前 就一路在這個獵巫 然後就說這些人都是門神 我們看到7月21號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就 這個文傳會方便 他們就說 有好幾名ACIP委員 參加主持國產疫苗 政府找自己人 甚至還是跟疫苗廠商的協力者 所以這居心叵測 然後又說是什麼 球員兼裁辦 說高端門神 說是國民黨說是 前衛福部長林奏妍 拿錢辦事 現在最新的就是說 這個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委員 裡面也是有好幾個 球員兼裁判 說這個邱南昌 還有黃立民 他們是這個在做高端青少年安全性 耐受性 免疫深層性的研究計畫 然後說剛剛跟我們連線的 林靖怡醫師好幾次幫高端疫苗背書 所以現在就是一路潑髒水 其實我看國民黨對這一次的 整個疫苗的接種 那這些損害的一個審議委員 他特別有意見 不過看起來就是國民黨對這個議題 又在朝前部署 跟前面所提到的一樣 高端疫苗 他大家都知道是緊急授權 如果打出出了問題以後 不是高端來賠償 這政府就必須要去負責任 所以你很難想像說 這些人來審議出來說 唉唷 不要 不要 這個不能有出現因果關係 出現因果關係的話 我們都跟高端很好 我們這樣子害到高端 他必須要賠錢 這第一個這個觀念不對 所以從因果關係來看的話 國民黨使堆了 這個樣的一個議題 超前部署去做的話 其實全部都是在談的是政治 尤其是談了 其實談了快兩個月的議題 快爛掉了 比如說一直在跟你講說 民進黨的高官到底有多少人在打 中央的防疫官員第二類的 他就跟你講說 一共就是一千七百多個人 要跟你講幾次 其實真正會暴增的 國民黨一直到現在不敢講的 我說實在話 這個議題 國民黨笨 我個人立場有一點就認為說 是不是故意在誘敵深入 要等你進到這個戰場裡面 大家都很清楚 你說為什麼人數一下子會暴增 你去看台中市 就把林長給列進去 就一萬三千人 你去看新北市 把林長給放進去 要多了多少人 多了兩萬多人 那也就是說 本來就不應該那麼多的 其實真正最大的問題在什麼地方呢 國民黨的眼睛沒有放亮 現在全台灣執政縣市最多的是誰 中國國民黨 民進黨是中央執政 中央執政我們一千幾百多個 這個中央要員已經跟你講了 一千幾個你可以去查 但是請你眼睛也放大一點 那兩萬七千個地方官員 這個部分中國國民黨你要去查清楚 如果你查出來說 跟國民黨接近的都沒有關係 一定都民主進不動 我佩服你 趕快查 查清楚 我們也等待答案 我們其實希望這丟出來是一個核彈 兩萬七千幾個 你給我看看 防疫人員有多少無限的被擴大 其實你說林長該不該打 我覺得也可以 中央就尊重地方 所以你列上來了 我就讓你去施打 那國民黨應該自己心裡頭 你想像你也鍵盤按一按說 佑西偉 我們新北 我們好友誼 多了兩萬幾 哎唷 我們還堵到我們盧小燕台中 再多了一萬幾 你看到這種訊息的時候 這一體它其實應該 不要再繼續打下去了 所以民眾會很討厭就是說 落進去 都在國民黨落這麼多 你現在就在說中央 每一次談就說什麼 那個好像講的都是黃清國氣 那些增加的 好像是台中市的那些林長 都是民進黨員到外人 好像新北市執政的那些林長 也都是民進黨員到外人 那你現在把那些警察 把那些海巡 把第一線衛生局那些防疫人員 都把那說 那都是民進黨的 好啦好啦這波這個 我們都心難接受了 那你除非你來講說 這些人都不應該打的嘛 整個疫苗到最後 如果施打完以後 誰不該打 其實特權施打的人 到現在不曉得 大家我們去想想看 好像被踢爆的都是你中國國民黨的 好心甘的嘛你中國國民黨的 你特權打疫苗打AZ疫苗那一波本來是跟人家講說 國民黨本來是那個疫苗AZ剛進來的時候說那不要打 打那個死人 國民黨是本來是講說停止要求暫停施打 你看孫大謙那些人是叫人家說不要去那個那個要即刻停止施打 結果到最後疫情爆發以後 政治口水他馬上就會忘記 吹哭的反吹哭的 趕快逃跑 晚上趕快來好心甘趕快逃跑 好啦 被我逮到了幾乎都是中國國民黨 那你現在再來炒作說 為什麼BNT進來以後 12到18先開打 12歲漏掉了 是個好議題沒錯 我們也認為說到18歲以上到20歲底下之間 這個零零層裡面接下來其實應該有一個平衡的一個措施 指揮中心也跟你講 其實都是全世界就施打疫苗都是高風險的 年齡高的一直往下來施打 所以說現在沒有打到的是不是誰被排除掉 是因為疫苗還沒有那麼多 我都很擔心過一陣子 這一陣子高端這樣被打完以後 大家接下來會去檢視新的疫苗進來 不管是BNT BNT國內還沒施打 一進來以後 他也會被放大來做檢驗 但是萬一BNT也發生這種的漢市跟國外一樣的話 我相信民進黨絕對不會去開始去攻擊 大肆攻擊BNT 不會 只要沒有超過背景值的 我認為還是要去相信專業 到底有沒有相關的一個英國關係 畢竟這個疫情的一個控制 是全人共同的一個期望 我們全台灣共同的一個期望 有加鈴大家都開心 國民黨笨到好多笨你知道嗎 連加鈴 我就推過去看 今天加鈴 國民黨你是空氣了 你整天在打疫苗 連台灣都是 連零確診的時候 國民黨也跑出來打 那爆發昨天那個 好像似乎聲音會比較大一點 今天又溜出來了 今天反正 今天不是在我國民黨執政的地方 就大事以後 就再來打這個疫苗的一個議題 這樣子好嗎 我相信這一波的一個防疫 如果都要製造仇恨 或者製造恐慌 全世界的疫苗生產再多 我們國內以國民黨的標準來看的話 沒有一種疫苗可以打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看很清楚 而且現在全世界也看到說 我們台灣在這個疫情的部分 其實控制得很好 那我們接著就來看看 聯合國大會馬上就要登場了 我們的外交部長吳釗燮 他也在十幾個國家的主流媒體投書 就強調說現在全球 面對變種病毒的侵襲 該是時候讓台灣跟聯合國合作了 同時蔡總統也在紐約大都會台灣日 特別錄了一段影片介紹台灣 也感謝美國捐贈給台灣疫苗 和駐美代表蕭美琴一起喊出台灣加油 2021紐約大都會台灣日 蔡總統特地錄影片 不只向球迷介紹台灣 更不忘感謝美國 謝謝美國捐贈250萬劑疫苗給台灣 而不只利用這個機會 彰顯台美關係更加緊密 聯合國大會將在9月14號正式登場 包括外交單位以及民間團體 都努力替台灣發聲 加拿大 美國 菲律賓 泰國 義大利等 數十個外國主流媒體 近期都刊登這一篇外交部長吳釗燮的投書 標題直接寫到想像納入台灣 一個更具韌性的聯合國體系 內文當中吳釗燮也強調 現在世界各國都在面對變種病毒侵襲 各國都期待聯合國能解決危機 也是時候讓台灣和聯合國合作了 吳釗燮也坦言 在中國壓力之下 聯合國持續拒絕台灣 並錯誤引用第2758號決議文 因為裡面並沒有授權中國代表台灣 而不只投書外媒 民間團體也發起募集自拍照活動 呼籲台灣加入聯合國 到時候也將在紐約時報廣場大一幕 輪番播映 我們感謝很多主流國家會幫台灣發聲 台灣2360萬人要有自己的代表席次 在聯合國 台灣不只在防疫經驗上 能夠貢獻各國 這次冬奧表現也相當亮眼 聯合國大會登場時 也將透過各種方式 讓台灣能見度大大提升 三連選劉家瑋周凱台北報導 好 之前我們看到 我們的外交部長吳釗燮很賣力 他在這個時候 這個特別投書了十幾個國家的主流媒體 然後講說 該是讓台灣跟聯合國合作的時候了 但你覺得可能性高嗎 是 應該這樣講 像WHO它其實是聯合國轄下的組織之一 該跟聯合國合作 如果從防疫的角度來看 我認為可能性是很高的 因為台灣在這幾年 在這段時間的防疫的成果 確實是有目共睹 除了剛剛前面大家講到的 高端的疫苗 本身已經納入WHO的網站 而且10月份的研討會當中也納入之外 這代表什麼 代表高端的疫苗 它是有效的被WHO認為 未來可以拓展到其他市場 共同來研討的一個東西 這就是防疫的一個部分 當然還有台灣的整個防疫的過程跟成果 也被很多國外媒體在讚揚說 台灣到底過去這幾個月怎麼做到的 那這個過程就跟國民黨想的完全不一樣了 國民黨在一段批判的時候 你看到國外是在詢問台灣怎麼做到防疫的 那這樣的過程其實也一樣 會是可以參與或會是可以提供給不同國家經驗的一個基礎 這個是在防疫的部分 那吳昭秀我覺得他這次的投書有幾個重大的意義 除了台灣這段時間結出的防疫表現之外 另外他看裡面提到2758號 今年剛好是台灣退出聯合國 就是2758號決議文通過的50週年 那我覺得確實 吳昭秀部長在裡面有提到一些關於2758的定義 以及台灣的地位的問題 在這個時候 台灣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重視 也能夠透過這樣投書的方式 讓各個國家在經過了50年 經過了台灣不但被中國打壓的過程當中 重新去檢視這個過程 我覺得聯合國也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動能 特別是9月下旬 聯合國的大會要召開 那你要知道 剛剛講台灣日 其實它是一系列的過程 那台灣日從2006年開始舉辦 其實已經舉辦了第15年 第16年去年因為疫情沒有辦 但是在這個台灣日的過程 一方面是強化整個等於是美國的 台灣的這些僑義的族群 對於台美之間向心力的連結 透過這個棒球的這樣子的一個傳統文化 你要知道 美國人愛看棒球 台灣人愛看棒球 所以很明顯的可以形成一個 共同的軟文化的語言 中國就不看棒球 所以在這一塊他們沒辦法去 有任何的表達的過程 那這透過台灣就是8月底9月初 接下來大概就有一系列 在紐約或在各地 就是對台灣這樣子的文化 台灣這樣子的防疫的過程 台灣各式各樣的成果的一個 你說是宣傳也好 它事實上就是要把台灣的意義彰顯出來 大家還記不記得去年的時候 同樣在台灣日之後不久 其實你會看到說 包括了當時聯合國的大使克拉福特 跟我們當時駐紐約代表處的大使李光章 他們一起共進午餐 還被美聯社拍到照片還拿出來 那在前一年蔡英文總統去到美國的時候 也到紐約辦事處 進到紐約辦事處裡面去 那其實都是一系列的過程 都跟這個聯合國的大會信息相關 可是台灣日要彰顯的部分 其實剛剛講就是台灣跟美國之間 有一個共同的軟文化 這個文化的連結 其實是要去出現說 台灣跟你美國之間不是只有價值 不單是只有價值 不單是只有戰略 甚至連這種基本的軟文化都站在一起 那這樣子其實是 很受到當地的僑民支持 像今年的台灣日 參加的人就超過2000多位 你知道那個環境還有那個場地 是非常非常的熱鬧的一個過程 然後我看到蕭美琴穿的那件衣服 然後我也趕快去問說 你們有沒有人買到 那個紐約的朋友有沒有人買到 有沒有拿到那件衣服 因為確實是對台灣的 在當地的一個形象的宣傳 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那台灣日過去有誰參加過 在那個開球 今年是小美琴 其實算也算特別的 為什麼特別我待會講 因為以前都是比較軟的部分 譬如說李安參加過開球 譬如說我們的那個網球 今年退休的這個好手盧彥勳 他以前也參加過開球 那2019年是蔡總統第一次用視訊 用那個錄影的方式 在那個大螢幕上面介紹台灣 宣揚台灣 可是那次開球的是誰 網紅 蔡阿嘎 很好玩 可是那個過程就說 代表說台灣日本身是 它是一個多元文化的象徵 這一次特別是蕭美琴開球 而且是8月20號左右 由美方去宣布這樣的消息 其實這個是可以注意的 也就是說 你把過去那種軟文化的對象 轉化成什麼 轉化成是一個具有政治意義代表的 這個大使來進行開球 那剛好又在8月20號前後 我認為這樣的安排 一定程度是彰顯出 拜登政府在上來之後 他除了軟文化的部分 軟實力的部分 他也要重視跟台灣之間的外交上面的合作 所以你讓蕭大使出來開球 然後一樣讓蔡總統 由這種錄影的方式去展現的宣揚台灣 所以這一系列的鋪陳跟安排 我覺得這個台灣日不見得是這一天 也接下來從現在開始到9月底的聯合國大會 這段時間 可不好會是一個台灣月 或者台灣的外交月的一個過程 但這個讓我們拭目以待 所以不只是台灣日 接下來可能都是一個鋪陳 然後一直到聯合國大會的日子 好 青黃怎麼看 對 其實你從這個狀況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蔡總統他在做什麼事情 他就在告訴你 他現在做的事情 已經是對台灣的外交去做一種展現 所以你看到他跟蕭美琴兩個人 是在美國紐約 我們講說台灣日裡面去做一個表現 那裡面介紹台灣的防疫 介紹台灣東奧的球員 然後介紹台灣的元素在裡面 那為什麼蔡總統會這樣做 很簡單 你會發現蔡總統現在做的事情 跟國民黨所做的事情 對照起來你有沒有覺得 呈現一個非常大的反差 什麼樣的反差呢 當國民黨還在打疫苗的題目的時候 當國民黨還在打疫情的題目的時候 蔡總統已經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要拼經濟跟拼外交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反差 各位你去想一件事情 我們常常講說 國民黨最近在議題上面 呈現一個落後指標的狀況 甚至你可以把它當反指標去看 什麼意思呢 因為民眾你去看 到目前為止 最新的接種疫苗人次 已經來到了一千零八十八萬劑次 什麼意思呢 各位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你扣掉十八歲以下還不能打疫苗的 假設算五百萬好了 一千八百萬人裡面 台灣已經有超過一千零八十八萬劑次打過了 那剩下的部分呢 如果你在加進那些 還有三四百萬人 非莫德納不打 非BNT不打的 其實台灣基本上將近半數的人已經打過疫苗了 所以倩平你去想一件事 國民黨現在打的題目 其實是針對只剩下一半的族群 他在做這個訴求的題目 換言之 他就不是針對台灣最大多數人的共鳴去打的題目 那我問你 你打這種主題 你能夠引起民眾很大的共鳴嗎 不行嘛 所以你的題目打 主要打在哪裡 打在你自己的同溫層裡面 對多數的民眾來講 各位我們去看一件事情 對多數民眾來講 從五月十五號到七月多這一段時間 兩個多月疫情升級的情況之下 他現在最急的是什麼 拚經濟嘛 拚民生嘛 拚我的工作正常化嘛 所以我們去看一件事情 從經濟部所公布最新的指標裡面 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 餐飲業跟零售業的老闆 都在為了九月十月之後的拚經濟做準備 大家要叫料的要叫料 要進貨的要進貨 人家忙的是這件事情 誰還跟你整天一直糾結在疫苗上面 很多打過的是能有疫苗就去打 所以你會發現 國民黨在糾結在上面的時候 他打的議題引起的訴求相對是小的 那既然是小的 那所以你看蔡總統現在在做什麼 我一方面穩定疫情 一方面進疫苗處理完之後 他在做的就告訴你 台灣該做的政事還是要做 台灣該做的外交還是要做 所以民調數字看得最明顯 你可以從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裡面 發現一件事情 蔡總統在二十到二十九歲 還有三十到三十九歲 這兩大年齡層的族群裡面 他的滿意度都超過六成以上 這六成以上都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個現在他們最關心的 是自己的生計 還有自己經濟相關的事情 而不是你們一直在糾結打轉的疫苗上面 所以國民黨可能為反而反 糾結在那邊其實也沒得分 不過我們接著要來看到 是這兩天一個大家都在注意的話題 趙薇 之前不是眼環朱格格 大家應該都很多人看過 結果他現在變成了劣跡藝人被中國封殺 爆出跟馬雲有神秘的關聯 好 我們看到中國政府現在整肅 娛樂圈的風暴越演越烈 知名藝人小燕子趙薇 劇傳跟范冰冰 吳亦凡等人 同樣被列入了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的 劣跡藝人名單 影音平台上的作品全部都被下架了 然後呢 他的超級話題也無預警關閉 嚴厲的程度在中國的娛樂圈史上 堪稱無前例 現在盛傳可能是跟 中共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落馬有關 打擊的對象其實是馬雲的阿里巴巴集團 而且這當中甚至也傳出說 有幾個已經紅了好幾年的台港藝人 可能是下一步要被強硬清查的 好 瑞德哥 這個事情到底怎麼回事 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中共現在正在 演打相關的演藝圈的人士 那麼演過第一代 環珠格格小燕子的趙薇 做夢也想不到 小燕子竟然被戰狼給撲殺 你知道嗎 然後呢 非常可怕 什麼都沒有 然後拿出來的 最近在批評的是他之前 大概之前幾十年 一二十年前穿過的那個 日本軍旗的那個裝 那個事情在當年已經軒然大波了 那也出來說明了嘛 那所以這只是藉口 這不是真正的背後的一個原因 要撲殺你的話 如果你是因為穿了日本的 日本國旗的相關的軍服軍裝 那當年就不會把你撲殺掉了 也就是因為在這裡奉勸不要沒事 老是要喜歡跟一些政經界的名人一起合照 為什麼呢 他跟馬雲走得太近 那麼這次只要跟馬雲走得太近的人 幾乎都沒有好笑場 你看趙薇一天之內 立刻被捉殺 現在只是說祝福他 如果他是像傳聞一樣的 跟他的媽媽跟他的家人逃到了法國去 這樣我給你打破了 如果你現在還在中國 那完了 你知道嗎 成完了 因為他本來身家還有上百億的人民幣 對不對 聽說已經腰斬在腰斬了 因為這一批的中國的相關的措施 不是只有砍演藝圈而已 為什麼呢 不是只有砍趙薇而已 之前砍殺這個吳亦凡 吳亦凡他自己本身是因為 他自己犯了性侵的案件 該死 他要捐4500億給鄭州 對不對 大水對不對 沒人敢收 最後抓進去關了以後 欸 真恐怖 所有的作品全部下架 我好像上個禮拜還上上個禮拜 還在台灣第四台看到那個吳亦凡主演 我心裡想說只有我們看得到 只有我們看得到 其他地方 中國都看不到 中國上完吳亦凡 吳亦凡現在已經不叫吳亦凡 他現在好像有一組號碼 類似那個囚犯的那個號碼 在全中國只有那組號碼 所有吳亦凡就被那組 他那個囚犯的號碼給取代 那他對付自己的藝人也是一樣 鄭爽也是一樣 一個女生嘛 花了15億 說是逃漏稅補稅等等 他之前對付這個 范冰冰的時候 也是用逃漏稅的名義嘛 他們要做什麼 他不會讓你有好好睡覺 不是你捐錢就可以逃掉的 那現在當然啦 所謂台灣我們這個等於說台灣的港台七大藝人名單 現在喘得沸沸揚揚揚 今天假的也不知道 還有李連傑 因為現在又有說擁有外國覆照的人 你知道嗎 擁有英國加拿大美國 這些國家新加坡覆照的人 現在也列出來了 不愛國你知道嗎 他都有理由 他都有藉口 各位 他殺演藝圈其實只是其中一招而已 我告訴各位 那麼他所透露的是他現在緊抓所有 你看昨天不是宣布嗎 所有的 不管你是騰訊也好 什麼東西也好 所有的雲端雲端的伺服器不應該私有 全部應該要公家黨所有 那我問你 那共產黨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時間在幾天之內 把雲端伺服器全部買好了架好了 不可能嘛 那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沒收最快 沒收進行 請你先捐 不是這樣子嗎 現在不是要讓大家變成有錢人 讓之前已經先有錢的人 協助後面有錢的人 講難聽一點叫共富 講更難聽一點叫做 事實上叫做共產 什麼意思 中華共產黨根本就是要把私營企業 跟有錢人全部把他的資產給挪過來嘛 聰明的人已經捐了幾百億了 還在觀望的人你就完蛋了 你看那個貴州茅台有沒有 他市值 他一句話 官媒一句話說 白酒亂炒作造成奢華 一天之內他的市值跌掉五千多億 你知道嗎 然後呢 可是人家茅台厲害啊 為什麼 每一年捐百分之四的股份 百分之四股份大概三四千億啊 趕快捐趕快捐 趕快捐給政府就對了 現實效忠 現在只要趕快給錢 花錢的那個就沒事啊 你不過不肯捐的人啊 到時候我不知道中國共產黨 還會使出什麼樣的花招 不過我知道一件事 請問你放在銀行裡面的錢 是不是我的 我自己的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要去提領我自己的錢 聽經第一啊 是啊 從九月一號開始 中國包括深圳一些地方開始 實施 要你領錢超過十萬人民幣 事先要寫預約書 事後要有黨的批准你才能領 我的天啊 那對有錢人來講 他已經開始進行錢的管控 莫怪中共會打擊比特幣 為什麼 因為很多有錢人 就用比特幣來作為他 趕快洗錢趕快跑 現在跑得料的人 有外國護照的人啊 勝利荷文 跑不掉了 那就不知道 那如何讓中共宰割了 哎呦 那至上 所以現在傳出來名字 這些人要趕快跑了 跑不掉了 已經跑不掉了 我認為跑不掉了 趙巫威的 如果他現在跑掉 唯一的可能性是因為 他的戶籍早就已經在新加坡 所以他被抨擊 其實這件事情 我就講一個概念就好 就是你看剛剛 瑞德哥信守臉來了 范冰冰是逃漏稅嘛 那鄭爽是 是去那個借父生子嘛 吳亦凡可能涉及這種 性侵的問題 每個都有每個的問題 可是你們注意到 這次趙巫威的狀況 只有聽到說 他全面下架 然後全面抹除 可是有沒有說理由 大家在猜是馬雲 還是之前儒華 還是他的 這個什麼工作室 是張哲翰等等 都不知道 我覺得這就是中國 中國他如果今天 要說叫你下架 定一個罪 他基本上 是可以不要理由的 也就是說你想一想 有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任何一個藝人 他就算現在 犯了什麼事情 有必要把他二十年來 三十 二十幾年來的成果 全面下架 從此之後這個人 人間蒸發 而且不知道他罪名是什麼 對 還不知道他罪名是什麼 只有中國做得到 我覺得這是北京 從趙薇這件事情 你可以看出這樣的狀況 而且還有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他不是只有趙薇 他這幾天 網信辦 網路信用辦公室 也出手 他出手竟然是說 規定這個飯圈的十大手 所謂飯圈是粉絲圈 因為他們的演藝界 可能是混亂到一種程度 我也是因為這樣 還知道原來一個很有名的藝人 叫趙麗穎 他說因為他的粉絲 在這個網路上面 到處的這種跟人家 跟人家對罵什麼東西 所以網信辦去要求十大手折出來 要求這些藝人 要遵守這些 解散這些粉絲圈 結果光趙麗穎一個人 他是在那個WeChat 在微信上面的粉絲圈 當天微信 那個微博馬化騰真的很乖 他看到馬雲的下場之後 他立刻要求 就按照網信辦的規矩 一口氣解散了趙麗穎 就239個所謂的飯圈 所謂的粉絲圈 但你看光這種 整肅演譽圈的過程 你就會知道說 中國現在已經無所不用其極 用黨的力量 用政治的力量 去介入市場的運作 這是不可思議的 因為你很難想像說 一個國家會有這樣子的操作 或運作的模式 可是 我們看到中國方面 現在等於在整肅娛樂圈 除此之外 瘟疫變成禁詞 好 中國手遊的台詞 本來上面要寫瘟疫的 通通都得改掉 好 來 對 你會發現 對中國來講 現在兩件事情的地雷 你千萬不要踩到 第一個事情是什麼 是他民族情緒的地雷 你不要踩到 然後你也不要踩到 他相關政治敏感的地雷 像趙薇的事情就很明顯 他旗下一個藝人叫張哲翰 結果跑到日本的 禁國神社外面 拍了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拍下來之後 網友抓到了 禁國神社 中日戰爭 你怎麼可以去拍這個照片 馬上拿來大作 所以這個藝人就完全被封殺 那你剛剛所談到的 就是第二個地雷 什麼叫第二個地雷 叫言論控制的地雷 他要控管了 都不行 所以你看他遊戲裡面 這遊戲的情節 本來講是男主角跟女主角 他們所相戀相似的背景 那個背景是在一個 有瘟疫的情境之下 憲平 瘟疫就是有疫情的情況之下 所以你這時候談瘟疫 你是在諷刺說我們疫情控制不好 導致瘟疫這樣流行嗎 所以這個遊戲馬上受到管制說 瘟疫通通改掉 改成叫痔瘡 所以遊戲裡面 男主角裡面在講說 這個地方流行瘟疫的時候 叫這地方流行痔瘡 那我請問大家流行痔瘟疫